好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的 好辣醫師團 歡迎 今晚好辣醫師團 又有什麼精采的話題 要來跟大家分享 以及三位人朋友 一起來共襄盛舉 趙聖筠 你怎麼瘦那麼多 因為 你瘦不行 是 你變成說是那個 你也去切胃 不是 沒有切胃 他不是要 抵抗力會比較弱 所以必須要運動 增強 增加體內的一些 免疫力系統 對 比較好 其實我們今天探討了什麼 台灣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是什麼 每個人到台灣來就發現 我們的理容約會 什麼24小時都是開的 對 因為抓零 對 為什麼要抓零呢 就表示每個人過30歲之後 百分之八九十都會 腰痠背痛 對 肩頸痠痛 所以常常看 有人走到路上一停的時候 一定會這樣 好 要不然就這邊抓一抓 那邊抓一抓 要不然深深懶腰 因為腰痠背痛 對 因為這個就是職業傷害 今天我們還特別請到一個 物理治療師 簡文仁醫師 來我們現場 就是說醫師到底 也會不會有職業傷害 我們是不用講的 我們站著主持節目的時候 已經是造成傷害 腰也受傷了 膝蓋 肩頸也受傷了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回去自己伸展 伸展 有時候也會去抓零 找物理治療師看 就物理治療師 你有沒有看 你的病人當中 有沒有曾經醫師找過你 很多 很多嗎 其實醫師在所有行業裡面 平均壽命 尤其外科醫師 更短命 為什麼 那你說營養師會活比較久就對了 不過通常是這樣 因為有些醫師 剛才外科醫師站著開刀 外科醫師很專注 是 那牙科醫師也很多 牙科醫師在小小的口腔裡面 這樣子 那個是精密工業的 所以那個也很辛苦 或者有些心臟科醫師 他在裝那個 紙巾 紙巾 紙巾他要做支架有沒有 那因為一直要放射 所以要穿前衣很重 所以不同的行業的醫師 辛苦很多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今天的調查看 醫師工作習慣很傷身 比如說在寫病歷 打報告 長時間拿儀器 這個有可能 如果有這幾項的情景 沒有了群體差 醫師們 都會 對 張簡士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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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剛剛為什麼舉差 說你沒有傷害 他太累了 既然你舉錯 我先問你好了 沒有 有什麼傷害 最主要我的話是 因為要長時間的開刀 對 因為以前 大學運動的時候 有受到腰部的傷害 後來有一些 你有救傷了 有救傷 然後在醫院工作量增加之後 有一次就一個 直線的一個最尖盤的突出 對 那時候是刀塊要下刀的時候 但是就開不下去了 所以就 那時候就從 開刀房 其實是爬著出來 然後那時候本來要爬進電梯 但是因為電梯很滿 然後 病人就 病人就白眼我 因為他們急著要下樓 所以我就被趕出來 然後我就用爬樓 爬著爬下去 整間去求救這樣子 然後躺了將近一個禮拜 李婉萍 對 但是我想 大家可能不了解 我們醫護人員工作 譬如說像我們營養師 其實我們會有營養門診諮詢 有時候一個診 他可能就三個小時 基本上都是做的時間 但是其實 醫護人員花很多的時間 其實他是後面 你們看不到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要準備一些資料 譬如說我今天交一個病人 我其實也要花時間去準備 我要演講 我們都要準備 所以有時候 我會在準備的過程 可能一次 譬如說我們就跟上班族一樣 就是你要打字 也要弄電腦 也要打PPT 所以有時候一次就弄三四個小時 所以就會變成 我們的肩膀其實也會很容易 就是腰痠背痛 我後來就找了一個方法 這個是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建議我們的 就是說有像這樣的球類 有一些診所 他們有賣他們自己的球 你也可以選擇 像我是從小朋友的玩具 隊裡頭找一個球 如果說家裡沒有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用高爾夫球的也可以 只是比較硬 它的作用就是 假設我們旁邊有一個牆 那我們往往這邊都會痛 痛的話我們就會放在這邊 你就是可以 靠著牆去磨動它怎麼樣 就是幫助你按摩 我建議用個小袋子有沒有 球晃在那裡 這樣才會不會一直撿球 所以你會被動在那裡 他撿到後來 背好一點就腰痠了 所以你晃在那邊 這樣去扭 扭 這樣球就不會掉 所以你認為這個方式是有用 這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式很好 有一些人用 因為現在有一些人是不求人 就是現在有一種不求人工 可以這樣弄 然後還沒有去買的人 用雨傘有個工 所以你會這樣 對 就這樣去尻它 那我一定會斷掉 因為你是水泥尖 對啊 所以雨傘也可以 還有人用雨傘 達到點就可以了 就是在後面 我們胸椎第四節連接肋骨的位置 很容易痠 那個中醫叫做高荒穴 對 所以你就是直接這樣扣住它 那很舒服 來 趙國翔 其實剛剛有提到那個壽命的部分 因為牙醫師的職業傷害非常多 我這邊有一個數據就是 2015年最新的統計 牙醫師的平均壽命是58歲 這麼多 對 然後台灣 壽命還是工作壽命 平均的壽命 不是 你們只是指牙洗 你又不是開那個刀 沒有 可是因為 我們其實在工作的時候 像我們左手都是要拿口徑 去看嘴巴裡面的狀況 然後右手要拿儀器 其實對聽力 它會發出很高頻率的聲音 聽力也是傷害 然後它噴出來粉末吸進去 雖然你有戴口罩 但是你只能隔絕一小部分而已 然後你的視力 你的手 整個身體是僵硬的 像我常常去按摩 我按摩師都會跟我說 他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他說 對 因為他都按我的肩膀 我整個肩膀是緊繃的 因為我可能要長時間 維持同一個姿勢 對 然後一整天 看著可能十幾個小時 對啊 大大的統計 牙醫師是最不快樂的工作 真的 怎麼可能不快樂 賺那麼多 一顆牙齒好急 一強笑 不是賺太多 四好報名 你知道 真的 真的 看太多 應該是我們去看牙醫 比較不快樂 對啊 一顆牙齒做好幾萬 開玩笑 所以我們才知道 牙醫師風險是這麼高的 對啊 因為其實全台灣的人 平均壽命是79歲 所以牙醫師足足低了 有20歲左右 那你去拍偶像劇好了 對 現在流行韓劇 他應該滿適合 大家都覺得應該是 開腦開心臟開那大刀的 比較會傷身 對 外科 外科是比較累 因為外科我們有時候 用微創手術 他需要拿一個顯微鏡 很長那個 對 通常我們以前 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都當助手 就是負責要拿那個鏡子 可能你也不會開 但是你就是要把它拿得很好 保持一個姿勢 可能保持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而且要懸空 不能壓到東西 就是因為你可能 如果說虧在桌子 虧到什麼的話會有影響 所以必須要懸空 所以那個肩頸 鑽痛得非常厲害 這個工作應該都實習醫師吧 對 但是之後變主治醫師的時候 還是很累 為什麼 因為像現在大家就是美食很多 大家吃很好 所以其實那個診所 那抽脂手術不像我們一般想像 可能就是一個小洞 然後一根吸管進去 弄個兩下就好 不是嗎 一個部位其實通常 一做就要幾千下 一千兩千是 一千兩千是基本 那如果說他又要做肚子 做馬鞍 做屁股 那可能一萬下才出得去 所以我整個就剃手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就是開到會怕 因為走隔天會抖 微整形不是要抖 什麼叫微整形 一點都不能出插座 對 那還在你抽脂後面的那個課 對 前輩就會說 就是說雖然抽脂很累 可能要幾千下幾萬下 但是你不要就是想累 你就會想說這樣子 不是 可是他就是 然後我們可能是5塊 坐起來就會比較心酸 就總有一天會100塊 對 聽起來大家都是肩頸的問題 那簡醫師有沒有教大家 怎麼樣復健 觀眾看得也很多 我想媽媽每天照著小孩熟 也是一樣 肩頸部其實剛剛提 我們的脊椎有說背痛 我們上背現在的比較多 打電腦 姿勢不好 都上背多 我建議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做一個 投奔自由 你的投奔自由 一手往上 一手往下 做這個動作 上來啦 簡醫師 你是真的嗎 你是真的嗎 因為 沒有 因為這個是肩膀運動 我每個人都傻了 OK 因為大家很多以為是說 運動傷害才會肌腱炎對不對 其實這個肩膀也有可能肌腱炎 因為過勞 用得太多 就會循環的時候不好 因為肌肉僵在那裡 所以我這個動作是一個 肩頸部的伸展 一手往前對不對 你看我的肩膀有在動 動哪一隻 這個手往下 這個肩胛骨也在動 往上 往下 也延伸 顏色頭往一邊偏 各位 你有沒有覺得 他硬拉到這裡 這邊會算嗎 對 拉到 好像硬動麥克風 這樣子 對 1 2 這個重點是 重點是兩隻手要拉開 還要拉開 對 可是如果一拉開 會拉到肩膀 你已經做稿了嗎 他說好拉 哪裡來的 路透掉 哪裡來的 很害羞 因為這個動作是動到肩胛骨 很多人平常 我在動手 動手 肩胛骨沒動到 很適合 你看 你動到這個 才有動到肩胛骨 對 這裡 這個也拉開 對 也會拉 這個拉開 但是這個要做 一次要做多少 10下嗎 這個不用100下 這個只要 5下 休息一下 就可以了 放鬆 換一邊 5下 對啊 重點是這樣一拉的話 要伸展到旁邊 你這個頭還可以 變化一下 這裡大 還是這裡大 所以有氧式有沒有 自由式 自由式 我覺得只要簡醫師來編舞 會紅耶 有沒有 所以很多新聞都在採訪他 可是因為他的長相 人家沒有什麼公信力 所以很多觀眾看說 這裡哪裡找的是新的喜劇 其實沒有 它是很專業的 我們來看第二個 像這個 看診久坐 手術開刀彎腰低頭 這個也會造成你的傷害 有了情趣圈 沒有情趣差 也都有 欣美 來 我其實是我在國小 我自己覺得 我有那個堆肩盤突出的問題 國小六年級 可能朋友跟我開玩笑 就把我一直拉開 然後我就直接坐在地上 他一定喜歡你 不是女的 我寫那個年級 對 然後那次之後其實 沒有說明確的 我沒有真的去診斷 但是我比如說像我這樣坐著 我就可以感覺到我單腳 尤其壓住那隻腳 特別歪那隻腳就會麻 然後我曾經有一次 在門診的時候 我在門診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因為那一天 真的沒有時間站起來休息 就是門診一個病人 一個病人接著來 然後我看到一個病人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知道 我雙腳已經沒有感覺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病人到我後面的診治台 我讓他去那裡做檢查 所以他躺好 我要站起來的時候 我一站起來我兩隻腳 因為是馬的沒有感覺 我就 就趴倒在地上 對 然後整間所有人都傻眼 我就是變成有時候 我如果知道我今天要強做 我就會去買那種護腰 就是讓我自己不會 無意識的一直往前彎 這種過去的創傷紀錄 都年輕的時候沒事 然後它會累積 尤其在你最脆弱的時候 它就會冒出來 它發起來 壓起來 對 那像女生 如果有這種等丟的狀態 很怕的是什麼 對 就是 那現在還沒要生產 對 生產的時候會比較辛苦 就是當孕婦的時候會比較辛苦 因為他的後腰 後背這個地方 沒有力量 對 因為那個脊椎就受傷了 對 所以他就會沒有力氣去支撐 你的肚子的寶寶 那有些人他就是坐 坐 比方說捷運比較硬的地方 坐下去就痛 那或者是在公車上面那種椅子 有時候突然緊急煞車又回來 又 喔 就撞得很痛 對 我就變成我一定要買那種 有一個圓圈那種厚的墊子 天天圈 天天圈放在長座的椅子上 不然我就會痛 像我們的話就是看診 就是長時間坐著 然後有時候會彎腰去看病人 因為你嘴巴就是那麼小 然後有時候光線也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你必須要彎腰 然後有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是 我早上9點開始看診 看到晚上10點 結束之後我回家 然後我就洗澡睡覺 結果隔天起床 我沒有辦法走路 那次真的很誇張 就是我沒有辦法下床 然後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因為我根本站不起來 那是中風嗎 我真的以為我就是下半身怎麼了 因為它是有點麻掉 雙腿是麻掉的 對 然後我就立馬打電話給我姐 因為我姐那時候住附近 她就跑來救我 她就從樓下管理員那邊 不知道哪裡借了一個輪椅 她就推著我 然後把我推到醫院去 結果我急診室 醫生幫我做個各項檢查 後來發現是 然後它整個肌肉都沾黏在一起 變成說我是沒有辦法生殖的 後來我就請了一個禮拜的假 然後就是都躺 整天躺在家裡 然後後來又做復健做一個禮拜 沾黏是剝得開的嗎 沾黏好像剝不開 沾黏還是可以剝得開 像我們肩膀 之間就是沾黏 那還是可以把它剝開來 但是纖維化就比較困著 那等於是復健的一部分對不對 對 你說纖維化 纖維化就是 肌肉纖維已經硬掉了 那要軟回來就比較難 那為什麼每次那個 那個有人幫你按摩說 你這個有點纖維化 沒關係 我幫你推開 可以推得活起來嗎 纖維化是我們按摩的時候說 那是比較硬 中醫講氣節 C是講它Top Band就是頸數 我們肌肉不是有肌肉纖維嗎 對 瘦一瘦的 大家吃雞肉知道嗎 有沒有 有 一條肌肉裡面有很多細一點 細一點你再把它用放到進去看 又有更細的 對 但那個就是每一條就會比較硬 彈性就變得比較差 然後沾黏的意思是說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本來要有的潤滑液 就變得很稠 然後就卡住了 對 卡住之後 你要動的時候 就有一點吃力 它是比較屬於這種沾黏的 那我要怎麼樣自我檢測 我是不是沾黏了 你的關節靈活度 是不是很好 如果說我手可以 舉不起來 表示這個地方限制到了 如果很靈活 就表示沒有沾黏 這是一個靈活度 第二個就是看你的肌肉 一條一條是不是分明 所以有一些動作 你做那個動作 可以很精準的做出那個動作 或者你做不出那個精準的動作 所以我看趙志明是有沾黏的 沒有 我還不曉得有一點歪 你們現在錄影就做不久 對啊 做不久就想要靠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又不能靠 我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只能斜著做 他常常有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錄影 真的會坐不住 我們有些錄影的製作單位 對我們很狠 那椅子不是很好 你知道 就跟蹦蹦吹的材質一樣 一定 這也就算了 我這樣講 比如說我一年大概飛莫斯科 大概要飛個三次 每次轉機加飛行 最少要14 14到17個小時 我們是坐經濟艙 那一坐下去 坦白講 我們英文也不好 我們也不知道 一起來就會被人家比 就是不能起來 被空姐叫不能起來 有的時候坐…就會睡著 因為累 長途飛行是累的 會馬 對… 而且腫得非常厲害 鞋子如果脫了 要下機的時候 是穿不上去的 幾乎要整個要拉開才有辦法 所以常常是這樣子 就… 我只知道他們說 會 聽說會這樣 對 所以要一直要大量的喝水 可是我們又不喜歡喝水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動 因為有的時候 好像飛機遇到亂流 我們就不能起來 還要被要求call安全帶 那我又怕英文我聽不懂 被人家唸又不丟臉 坐到後就好 坐到後就好 趙哥 你坐在經濟艙還是可以坐 做簡單的運動 比如說 比如說你脊椎來講 我們就說捧一下耐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脊椎運動 有沒有 捧一下耐一下 會不會旁邊的人打 會不會 我會划到別人 我自己捧一下耐一下 你可以站起來跟大家說 我們一起坐 對 我們一起來 類似 或者你的腳可以 前翹後翹活跳跳 你可以這樣子 活跳跳 這樣 不用伸直 伸直如果有限制 你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 往前翹 往後翹 你總要動 或者是以後你坐到那邊 你就往後面看一下 回眸一下 有沒有 你這樣就是腰椎有在動作 可是有時候動這條筋很緊 這樣這條筋 對 有時候會比較緊一點 好緊 慢慢慢慢做捏舞 我們以後越來越看不到後面 對啊 以後是你打招呼不能 腳動捏 對啊 如果是這一條的話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對 直接把它拉開 就很舒服 在飛機上 你可以跟它要枕頭 對 像我自己坐 我坐去加拿大 也是差不多十二 十三個小時 我也是 對 我就跟它要四個枕頭 我也是 所以枕頭都自文叫Pillow 對 所以你 Pillow 你現在是在弄我 你現在是在弄我 現在是在弄我 Pillow 對 明白 毛枕叫Blanket 你跟他說4Pillow 這樣子就可以了 他就給你枕頭 他枕頭要墊哪裡 我們墊腰 那腰不是 不是一個人怎麼可以要到四個枕頭 可以啊 大家都要他不是怎麼辦 其實他都會給 因為他們覺得有很多準備 沒有 要看好控 因為有些經濟艙 他就不給你這麼多 你漂亮四個 趙正平一個 不過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根本的治療法 怎麼樣把自己核心肌群練強 對 先決條件是要把核心肌群練強 曲感 比較像很多現場 我做這樣的姿勢 可以做兩個鐘頭 比如說 你的核心肌群要很強 對 你要不然說 10分鐘就好累 那就表示你的肌力比較差 是 為什麼要做核心肌群 因為我們整體的結構來講 是 對 我們中心這個脊椎 是打底層 如果底層是做好的話 好 每天練個幾次就來 對 你幾層做好的話 好穩 所有的病都不會有產生 這個就是我們的脊椎 為什麼要先顧臨群 對 有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 不然觀眾會聽不懂 為什麼是做核心肌群 來 字架 長途飛行膝蓋拉緊抱 小嫻一直要解決所有問題 我飛到紐約 會有一個地方痛到不行 就是膝蓋 它那個痛的感覺是 幾乎是脹 麻酸 我感覺下半身快要失去知覺 那種感覺 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 這是重點吧 這是重點 是重點